其实第二名也是早早可以超过夺冠的分数了 我看一下这边已经是开始有些接触了 有些亲密的接触了现在 但是还好是早期阶段 小弟弟这边是 因为小子要出戏了 因为他这个路过 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有两个人在这里溜 走到左上角的话 实际将会获得一个前所位的弱刺 而且是一条非常安全的路线 这个时机非常好 因为费子高到位 他有两到三秒的一个调整的时间 然后让实际少 好像是掉了一个人救不了了吧 对 留了这个位置被雷补过了 血量不是很高 米拉玛淘汰前二 是一样的 QM战队的Aduzzi真是独目男子 他是QM战队表现最好的选手 他的数据伤害怎 伤害目前好像是 在所有选手里面排名前几的 但是他的队友这次比赛表现 确实也不是很给力 但即便如此 他队友被喷的时候 他还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回应 这个确实是一个大哥 非常令人感动的大哥 值得一提是Aduzzi在之前 他之前在Navi的时候 甚至是还是被开除掉的一名员工 所以其实这个选手 我觉得还是比较可惜的一个选手 是 好 先来看一下 T1撞防 瓦尔德 此处人不多 打一个 我耳朵 漂亮 要化位置 先捕人他是感觉到可能比较危险 哎 这个回头扔了一个烟 想扔烟拖时间 这波操作其实挺灵活的 对 是的 他没有火 有火的话 接不过就给他拖住了 很近了 现在时期的人 位置有点击中 这颗雷弹过来 我真觉得应该放弃了 因为WC一直都在车上 还没有下来 随时都有可能去撞 这就是一个二岛伏笔 左上角原本是一个弱侧的位置 可以作为推进的起点 但是这样掉了两个人 要找一个机会等击火 如果说能削弱一点QM的编制的话 QM就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打架机会吧 这里其实核心问题还是因为 把它打掉的 WC就在他屁股后面 随时可能这些人没有就是 打出太多的伤害吧 来了 直接开始轻了 这个位置太自闭了 瞬间倒三个 只剩最后QB Lope也是被自己掉下来的补掉 轻松 很完美的一波战斗 这个位置真太自闭了 有解决掉 CES一人 这个位置 刚才那个点得顶出去 这个点就可以小架一下 头上打打歪再看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位置 只能去跑位置 这个雷成功劝退了 这波小步兵团直接顶上来 别被Danama找到机会就行 近点拍完的新鲜路 Danama就在高点 对 但Danama人不多 他应该不想在这个地方滞留很久 因为他们前面已经有人在圈边了 的话两个轮胎好像都不太行了 圈边位置 这个车 这个车滑的挺快的 停住了 但是又被给了一条 对 到不了前面的红仓 后面 对方主要是没什么事可以干 他会一直看 对 就是要等一个转头的契机 然后去走到安全区 这个车 这鹰雾弹还是要利用起来 不然等会 关键是WC的路线了 更糟糕的一点是 这个 TM是吃到了这个切脚 而且是在一个没人的地方 这是对时期来讲 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是上一个阶段他就在这个右侧这一片去做转移 然后圈行直接是在沿途当中就已经给了一个右上棋 嗯 实际上直接被击倒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WC他会跟着你的路线一直走 嗯 你被他打倒了以后你就会被一直追击 所以 做好了雷的准备 趴下 隐藏自己 有一波交手 直接就中 直接顶QM正面了 这样反而其实是 还有一点机会 小五 小五可以找几个混击分 混击圈甚至都 可能没什么太大问题 有倒地的人了 小五可以有机会K投吗 有的 再来一枪 他一直在扭 还是K到了 OK 又一个 又一个 OK 两分 从人家脸上把这个分抢下来的 很努力 是的 还能给QM一枪 是这个时候其实就是 就是 敌我都杀 这波 然后直接被团灭了 就他既打了人也打了自己 也撞了自己的人 Navi 收获了 这个大厂目前还在圈的正中心 而且圈形的密度上来了 再想扎进去的队伍的话 他会面临着很多方的急火 Navi的接车难度就不是那么高了 WC还有毒狼 他不知道在哪里 光头哥就在脚下埋着 等待一波机会 Flash已经从底坡出枪 Flash的位置 第一时间QM是不知道的 WC还有 还有人 这样一来的话 QM这个背身的问题 始终没有办法解决啊 被夹了 ADAM什么时候出手呢 四面八方都有双线 哇 这里Flash很顶啊 这个下坡的位置 QM就一直解决不掉 是的 Adose被打倒以后 QM的战斗力就会大大下降 甚至我觉得WC的ADAM 好像是没有什么操作空间 就已经被DAO发现了 对 他只有机会说把QM剩下残血的人 再打掉 因为只剩一个毒狼 不得分 5人 他现在是一个 完全弱策的一个高点打把 他还可以控制一个 QM面前的这个反波 选择很多 伊克雷带走毒狼 现在只剩QM QM也是毒狼 来看一下一个回放 关于打打了 打打已经被灭了 这波是 是TMA的冲击 对 这半路上打下来 太平了 确实很难中 谁动 你看谁就会爱所有的相片 然后这是一波路过 一辆车已经早火要炸了 人都飞了 车上直接打两个下来 根本没什么机会 车到全形的右边去了 这位置马上会碰到TM 他刚好这个键 他转左侧 这也是无奈之举了 但Navi左侧的话 枪线是比较多的 哦他选择贴南边 但只贴了一个人过来 甚至没有任何的威胁性 就已经被解决掉了 TMA还拿到了 抽码 我就打你这种掉下来的人 换来 KDF也是准备要动 KDF起步 就被A公布击倒 Navi现在就把屁股擦干净 最早期的时候 他还是掉了个人 可能人数上会有点伏笔 还是要来 要来EU头上 先到这个反坡 确定左侧上长没压力了 挺危险的其实 这个位置YAHO 还有一个 KDF 是想关注YAHO 这里到底能不能 稍微限制下 SiCMind 这人扶起来 是不想给分了吧 嗯 这是怎么选的 T已经开始前动车了 T动车的时候 是Navi的选择啊 但是 你除了 哦好像Bary被打残的 快都打掉了 一逼的 哇 但是他从来拿起来没去了 哇 没了 这波拿起来没去了 哇 没了 这波拿起来 哎呀哎呀必须要牺牲自己 他要牺牲自己让队友服起来 对方前点的人也服不了 三打一 应该是服不了的 是的刚重合了我还以为是三打一 来不及服 可以服吗 是想过去摁的 是想摁的 再拿一些道具 有点来不及了 他要用雷来拖一下时间 对这个阿雅牺牲的太 太重要了 阿雅甚至还 大家准备要 短命相接了 Snakes 就是你救赎的时候 从道具上来讲好像 有一些优势 是的 大逆转 是的 8阶段圈没给 但是人 还是拿回打赢了 这把是真的 有什么 有什么